双十一刚过 双十二又来了 有那么多优惠促销活动 你以为你在耗羊毛 但你有没有想过 谁才是真正的那只羊 前段时间 我们的小伙伴在浏览70家网页的时候发现 双十二活动的版面 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点去一看 奔驰1QC优惠一块绿水鬼 开拉克XT6直降一块 Omega超霸 至于捷豹XFL 打折省出来的钱 直接一只宝破五只群 虽然这些车型本来就有一定的优惠 但集中展示在这么大一个版面上 给你什么感觉 就是几万块钱的不是钱 不买就是亏的感觉 当然作为你买车的省钱顾问 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用来告诉你 这些活动背后有哪些流程 有哪些注意事项 以及这些车的信息到底靠不靠 我们选择了两台非常有意思的车 一个是第十一代思域 还有一台优惠高达七万块钱的奔驰A级 如果真是如此 那岂不是顶配的思域 跟入门的奔驰A级价格差不多吗 那么问题来了 花一样的钱 究竟是买一台奔驰回去光宗耀祖 还是买一台本田回去继续做烂载 我们留下了我们的电话 跟销售进行了沟通 然后直接冲进了店 果然是奔驰 工作人的4S店里也非常忙碌 奔驰A级根本就没有七万的优惠 销售小姐姐说 一系列的话是 现在是26万之前帮忙 你要拿一个位置 现在优惠差不多在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 我看新的家不是有 因为现在没有限制 网上的价格一直都作为参考 能作为参考 这个极限的市场价格 你只是作为参考 你很多 还有很多的要求 比如重过 刚刚我有提到的 就是极限情况下的 接地价格 然后有可能也不一定是上海的 这个城市的人 店里能给到的 只有四万的现金优惠 不过由于奔驰服务公约的要求 购车不收取服务费 不强制要求选装包 保险你想自己上也没问题 算下来 顶配的A级落地要25万4800块钱 相比起来 东风本田的4S店就冷清多了 思域居然有两代车型 三个年代款在售 销售说 10代的 11代的 中间还有个两箱的 21款的 1921和22都在卖 对就30同堂 这个车子基本上就 看具体配置 有小幅 很小很小很小的优惠 这个优惠稍微比 它多多多多么一对丢 并且汽车之家 双12的100元抵用券 可以叠价 不过 4000块钱的服务费 是不是有点贵啊 总的来说 顶配的11代思域 落地要18万7700块钱 喂老人 两台车加息起 共44万多 你把钱转用吧 当然两台车落地40多万 要每期节目都把车 买回来做的话 这节目咱真心做不起 不过 车是可以租的嘛 两台车租回来 就两顿饭钱 这没问题 来说一下两台车 在店里的实际优惠情况吧 思域真的是个奇葩 在店里你可以找到 19款 21款 这都是第十代车型 还有最新上市的二款 就是我身后这台 11代版本 三个车型 都没有任何优惠的情况下 我个人还是强烈建议你 选新款 为什么 新款的外观内饰 更漂亮 更精致了 用料也更好了 而且它的车机系统 也做了升级 L2级别辅助驾驶 配置覆盖的版本 还更多了 整车的隔音率阵 真的是比19款和21款的 时代思域好了很多 差价大嘛 就差3000块钱 这时候买新不买旧 绝对是正确的 当然如果你是真正的本田烂仔 喜欢时代那个粗犷的造型 和更快的加速的话 抓紧时间去看看时代的版本吧 因为到这个月月底 他们都将正式停产 再买就买不到了 至于这台奔驰A级 我觉得很多车评人和段子手 根本就不了解 它的用户究竟想要什么 比如他们会说 奔驰A级车 根本就不算是一台奔驰 只有买不起C级车的人 才会去看A级车 只有那些要品牌 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人 才会去花更少的钱 选择这台车去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 其实这台车 有些地方 做的还真的 让消费者挺心动的 4米6的车长虽然不大 但在视觉上 也做出了 类似奔驰C级一样的修长感 发动机舱里 虽然变成了横置前驱的布局 但让这台车也拥有了 类似于奔驰C级一样的 后排乘坐空间 坐在车内 你也能看到 双联屏 双拇指操作系统 外加炮筒出风口 这些奔驰车上应有的东西 这台奔驰A级车 一个没落下 再加上64色 可调的氛围灯设计 晚上坐进车内 这就是一台奔驰 当然了 那些花小钱 办大事用户 不想看到的东西 这台车上也都有 小排量 扭力量 用料差 坐起来松松垮垮的感觉 真的配不上 梅塞德斯奔驰这样的称号 不过话说回来 不论是一台A级 还是一台S级 奔驰都是要赚到 差不多的利润率的 既然赚了你这么多的利润 它当然也能给你提供那份 你想要的奢华和面子感 不要细看 不要细摸 还是说得过去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类似于像汽车之家 双十二这样的新车年终大促 这两年真的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我觉得 如果你有真实的购买汽车需求的话 这样的东西 还是值得你去仔细关注一下 毕竟在一个页面里 它帮你整合了所有的优惠力度 和车辆信息情况 还有不同的比较维度 非常适合于准备购车的消费者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任何商业行为都有它的套路 任何店家的优惠 都有它设置的地区和条件限制 所以你在被优惠条件吸引的同时 也要看清楚每一个优惠项目背后所对应的 约束条件是什么 搞清楚这一点 购车不迷路 至于这两台车的选择 我们同价位购车指南一直坚持一个观点 就是花一样的钱 你自己的那份获得感越高 那么这台车就越值得越适合你 至于说一台奔驰和一台本田 给你带来的品牌虚荣心 精神层面的东西 还是车辆实实在在的性能配置 物理层面的东西 哪个对你重要 它的获得感对你而言就是最大的 好吧 感谢收看本期的同价位购车指南 我是老任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